这名在舞台上展示自己舞姿的女孩名叫张小雨 今年25岁 2014年12月 她第一次出现在电视节目中 就引起了导师黄晓明的关注 随后没过几个月 她再次出现在我是演说家的节目现场 不过这一次 她的形象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各位导师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张小雨 我张小雨就是一个光头 光头的好处 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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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曾经长发飘飘的美艳造型 到如今光头的与众不同 外形的转变背后 其实有着难以言说的残酷命运 因为25岁的张小雨 被确诊患有极性随性白血力 而日欲的希望非常妙 她已经复发了 一复发了就回到高危了 不知了 她们觉得我一定会死 原来就好了 那你不用去好了 在她生命所剩无几的时候 张小雨却有着一个 伟尽的梦想没有实现 我一直想要就是 所有想过两个月 和自己爱的人 和自己的 王子在一起 白血病女孩张小雨 有着和普通女孩一样的婚礼呢 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这个愿望却显得苍白无力 谁会那么傻呀 取这么重的病 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愿望 急进并约着死亡吞之大物 病魄 如影随形 充残着小雨年轻的生命 谁能圆她生命中的 最后一个梦 麻烦让每个月的婚纱 我拜祭祝福 2016年1月 白血病女孩张小雨 在解放军307医院进行第八次化疗时 病情再度复发 情况十分危险 由于小雨长期化疗 让她的各个器官机能受到了损伤 已经处于超负荷的运转 两次眼的 而且就离开了 几乎 你别激动啊 我不治了 他们都不知道 我一直我不治了 他们觉得我一定会死 他们觉得我一定会死 那就好了 那你不用治好了 后人甩练 为什么我不能一直 为什么不相信我 他们觉得我一定会死 由于父母反对让小雨做骨髓一致 这让小雨有了放弃治疗的念头 她决定要逃离医院 远离自己的父母 你就是我师父 然后我开点二十条 喝大癌 诊室 药店 各种运动 骗了我们二十条 错过了两百条 就在那儿 小雨提到的那一天 是她命令死亡的那一天 是她在等待解脱的时刻 在电视节目中 她如此乐观坚强 却为何要选择轻生 她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没有觉得自己没有得到爱 以为自己被全世界抛弃 我们小雨一点欢乐都没有 她小的时候是在恐惧 怨恨 无助 在这种氛围下长大 我真的不会 我不是一个好人情 在小雨六岁的时候 父母因为家庭矛盾离婚了 小雨从小跟着爸爸长大 但爸爸脾气不好 经常会用一点小事 就责骂小雨 小雨从小失去了母爱 得不到爸爸的呵护 她常常会觉得自己 是个多余的人 每个人回家都有一个人 开着灯等着你 然后我只有自己在这 没有人等我 然后我就感觉 跑过一只流浪狗 我都觉得 她比我都幸福 家庭的破碎 让小雨失去了幸福的童年 而原本可以独立飞翔的美好年纪 一份医院诊断报告 却让她的生活 再次陷入绝望 2014年9月 小雨被确诊为习近习性白血病 白血病对于很多人来说 如同一场死亡通知弹 对于当时只有22岁的小雨 得知这个消息后 原本疏远多年的父母 陷入了痛苦和懊恼中 离乎我从来不后悔 如果她不得白血病 我可能不会后悔 我是睡中医 你冒血我们陪着你冒血 我做这个也是在高血 那也我们三个人 我喜欢听别人的 有一种思想准备 不动 爸爸给你吃饭 我去搞定 生病后 小雨妈妈第一时间出现在她面前 四处为她借钱看病 照顾她的一切生活 远在韩国打工的爸爸 也回到他们身边 离婚了之后 我又重新住自家庭了 我现在她的同父姨母的妹妹 现在都十岁了 但是女儿在这医院 你不努力 她可能不给你机会 所以说这种家庭生活 我必须地暂且把它放下 我们就是那种给小雨那种家庭那个感觉 所以说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 我每次我都本着她 跟我上医院去 其实有一些 有一些目的就是 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 小雨的感觉不一样 我这个梦想实现了是实现了 但是是我得了这么重的病之后实现的 所以她也听 你们百感交集吧 又高兴又难过 虽然小雨重新感受到了一个完整家庭 久违的温暖 但在小雨心里 妈妈的离开仍然是她多年来 始终无法解开的结 病房里的小雨坑醒来 身体异常虚弱 从2014年发现白血病之际 小雨已经做了数十次的化疗 化疗的副作用也在逐渐加重 小雨的身体开始出现各种并发症 脱发 呕吐 心跳加速 失眠 如果到后来什么 说完了喝水也在吐的话 就吐胆汁 吐黄色胆汁 吐胆汁也停不下来 倒是反流行食道也 然后那个时候这个就吃饭了 应该这些一件要求让我来存在 我的孩子太可怜 太无 病痛的折磨在摧残着小雨年轻的生命 但小雨却会用另一种方式找到解脱 她每天都会画一幅画 她给这些画起名叫小小雨大战癌症菌 她用轻松幽默的语言 记录着自己每天和癌症抗争的点点滴滴 不仅如此 她还利用自己的美术功底 学会了拟采泥 生病后的小雨把自己心中的一切美好 都寄于手中的一个个彩泥种 几乎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开心 包括画画啊 女人啊 我挺喜欢美女的 而且我喜欢这个漂亮的眼睛 很粗的平美 我就比不大上颜色了 所以我感到很放心的话 也是挺好的 美女所以就买这种 细一点的 我很骄傲 我现在就是被扔到了三位之火的炉子里面 我虽然现在很痛苦 但是只要我从这三位之火的这个折磨下 从这个炉子里出来之后 我会变得比以前更强大 坚强的小雨在积极做着治疗 等待着骨髓移植 然而因为没有适合的骨髓 小雨一直无法进行移植手术 两年来 她只能靠化疗来缓解病情 大的工程都回家了 也许就是在治疗期间 一直在典型工程 什么地方学女人 不智了 这次你别提了 我不智了 她们都不让我一致 我不智了 她没说声音不让你觉得吗 说话里有言言行不行 别让我听见了 她们不相信医生 不相信医生 不相信我 我不智了 当时她都要我了 她说你把东西滑了滑了回家吧 她不是和我伤了 她就通知我一下 从来她不和我伤了 我就是告诉你结果 我就要去声音了 给我伤了 如果小雨放弃治疗的话 根据医生对小雨病情的诊断 小雨的生命只有不到半年时间 到底是什么人 她生命进入倒计时的小雨 决定放弃治疗 她又为何在最后的日子里 选择离开父母 离开家乡 远赴云 一向坚强乐观的小雨 又将面对怎样的命运考验 这位阳光帅气的男孩 名叫袁世强 今年22岁 山西运程人 她现在在云南当兵 2015年4月 小雨和袁世强 通过社交软件相识了 因为那个时候 我作为一个女孩子嘛 然后我还得爱称美 然后带着点爸 我也找了自拍照 然后我就想 如果现在已经 一个正常的身份 能够融入了这个社会 的话 什么感觉 她是属于一个很开朗 很外向的一个 也特别深 如果她是难受不难受 她再给你都是快乐 通过聊天 两个人很快对彼此有了好感 但是当时的袁世强 并不知道小雨得了重病 她说要嫁我唯一的 我都没敢嫁 我没敢嫁 因为我微信区座上 全都是我的风筒照 然后我说那有电话号 我刚跟她说她不同意 这是我一直坚持注意的 她当时不同意 在此刻的小雨 多么希望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人 能够大胆地接受袁世强的表情 但是事实却无法回避 直到有一天 她要去医院化疗 怕袁世强担心 她将病情河畔脱出 我刚开始跟她说她不信 一直不信 她说你就是 因为就是记得我追你的话 这边是这么别的理由 我来去中心 后来我就说 我会说张家伟 不如往上有报告 就她跟我说她的感觉 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看着我觉得 爱情临 生病之间没什么话够吧 爱情是爱情 生病是生病 谁愿意生病 但是她让她小雨碰上了 那没办法 但是她又选择爱情的事 那时候到时候我想 就是说 败谁愿意怎么办 该治咱们治了 治得好治不好是一回事 但是我们爱情是爱情一回事 你选择跟谁那是另一回事 根本不好等 让小雨意料之外的是 袁世强不但没有被吓跑 反而更加努力地追求自己 小雨被眼前这个男人的真诚所感动 最终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很多人可能病会她主要是考虑的是什么 脱累 因为她觉得她生病 生了这种病 可能没有智力的希望 怕脱累到她 跟很多人她心里不一样 在我看来我觉得一个男的 如果说我在认识小雨的时候 我就知道她有这个病 或者我了解这个病的时候 是我我也会不过选的时候 跟小雨在一起 但是当时既然让我碰到这种事情了 而且让我碰上了 那我就得认 不管前面是什么我承担 如果说我有选择的时候 我肯定会选择其他的 正常的心里都是那样 但是我当时想的就是说 既然我喜欢上小雨 她再来再给我说这个 这也没有什么意 只不说让我更加心等她 我会想到更多的时候 我会来好好照顾她 而不是说你想要怎么离开她 可能有的时候有些人就说 觉得我这种说 就是说可能是同情啊之类的 但是我一想 我如果我需要 我要是同情小雨的话 我没必要说 非得要跟她在一起才同情 我非要把自己贴进去才同情 两人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 却不能像普通的男女朋友一样在一起 因为袁世强在部队服役 他并不能经常来北京看小雨 小雨需要化疗 也离不开医院 就在2016年1月的第8次花落时 小雨病情意外复发 如髓捐献者的三次毁捐 更让她失去了治疗的信心 她们觉得我一定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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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好了 那就不用治好了 后院室专业 为什么我不能延迟 为什么不相信我 不能已经被你化疗兴趣 很多人都是化疗化死 化疗期间的感染 化疗期间的被除菌 就是最要卖血病人的原因 然后她抱了一个很大一个想法 她一个人到北京一直轮到路 她说 我想在我最后的这段时间里面 背在你身边 我当时我第一个看到的时候 真的是我当时还欣赏 小雨拖着比自己重好几倍的行李箱 只身来到云南找完人 她想在最后的日子里 好好享受一下这来之不易的爱情 可是小雨刚到云南不久 身体就再次抱紧 那我再过来一会儿 那个状态就太吵了 发烧 别人烧了后一天 对于白血病的患者来说 如果在这个时候发烧 将会导致患者身体的许多脏气功能衰减 这将严重危机身 人家医生一警察 说这个很严重 很严重 都不能再严重 就跟着没过几天 她姨妈当时还没治住 她那个咳 从一开始咳 这肺部真心感染 当然开始治疗 正常人的血小板 为100至300 而小雨当时的血小板 低至只有四个 小雨不得不在云南多家医院辗转治疗 等待病情稳定之后回到北京 原本计划好的爱情之约 就这样不得不告终 一对苦苦相恋的人 再次分隔两地 而谁都不知道 他们今生是否还能再续前缘 2016年3月 小雨一睡不感染 病情恶化 转越到汉达医院 医生提出 必须尽快进行移植 她的评估上 就是因为她是有个基因 和染色体的异常 从初发病的时候算中微 但是它已经复发了 一复发了 就回到高微了 现在是必须移植 才有至于的希望 然而根据目前小雨的身体情况 移植的危险性非常高 就怕这种肿瘤复合吧 恶性度太高的时候 你用各种药物 效果都不好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就是 就是婉旧性移植 就是婉旧性移植 成功移植的危险 就在这个时候 对于治疗方案 小雨的父母犯了难 任何一个错误的决定 都有可能对小雨的生命 造成危险 小雨和父母的意见 出现了碎性 你觉得我现在就能做 你觉得我现在能好好吃饭 你觉得我现在好好吃饭 你觉得我现在好好吃 你觉得能吗 你觉得能吗 你想告诉我 你怎么又发伤啊 为什么我不能忍 为什么不相信我 他激动了 他激动了 他老师一会儿打个电话 我挂掉挺危险的 他老师说 就说 这么危险了能移植吗 我们父母其实就害怕 不一直呢 可能也没喜欢 移植他还有一些喜欢 他听起来 我和他老师就谈话了 我走远远也没醒 他门开了 他下定了 小雨坚持要移植 她希望通过最后一活 换回一线圣经 而她的父母 却始终无法下定决心 生怕小雨的移植 出现任何意外 很远 很有远 成功的几率 不是那么特别大 我们赌的是命啊 我不是赌钱 我输了就输了 我再转 是不是 那我命没了怎么办 如果不进行骨髓移植 小雨的身体机体 无法承受化疗的副作人 只能任凭癌细胞活散 如果移植 一旦失败 求费人生命一些 一时间 父母陷入了两难的境 我当时住的是两个人的一个房间 基本上没有 到现在没有 就剩下了自己 还有个老太太七十多 尽管父母不太情愿 但是他们最终还是选择尊重女儿的意见 陪伴她一起面对困难 度过难关 那我觉得尊重她 但是我 我很害怕 我很特别特别害怕那个结果 你先换起来吧 然后我再写给你看 宝贝 我想对你说 花到嘴边有眼睛 这都很生于 你妈妈的果实面啊 我不说自己 起来我输了 我就会输了 你们俩一起了 我真的不能 你 哈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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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乖乖乖 让到现在 万无伤的这种命 好好置信以后来 也行的事情都忘了 不开心的事情都忘了 以后每一天就好 你都要牵起 只握着一道一道的来 好好信心 因为他们他们觉得他们是对的 我觉得我也是对的 两面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肯定要吵架 在心中念晨晦 我以为他们不相信我 其实他们是太害怕失去我 问题是然后咱们分开了之后 六八 就我每一个没在一起给我过过什么 今年就是生日希望你俩给我过 我吃蛋糕我吃了两种 而且我们还 过那个生日还要 更特别一点 更一样的开心一点 你俩在我身边 来 一 二 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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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根据他的 这些基因的结果吧 我们就选择一种把相治疗 就是效果比较明显 供应者这方面 就是也在积极准备 经历了云南之行 小宇深感自己的生命 随时都有终结的可能 然而内心里 却有一个声音 在一遍遍地回答 我之前的愿望就是 舌头小姑娘的愿望 和自己爱的人 和自己的 王子在一起 因为昨天 他就早上跟我们说 我们没想到这么快 他说要举行婚礼 然后得到大家的祝福 穿上美丽的婚纱 穿上洁白的婚纱 成为美丽的新娘 是每一个女孩子 梦寐以求的事情 可是对于小宇 这样一位 饱受白血病折磨的姑娘来说 结婚 似乎有些困难 不抱歉吧 我那时候就没想到 女儿得这么重的病 也许好了有一天 些许能嫁出去 没想到她正生的病 能嫁出去 没有那想法 谁会那么傻呀 娶这么重的病的人 是不是 我们说往外推都来不及 还往外 是不是 他想在移植之前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婚礼 一个是呢 他怕出场以后变丑了 变瘦变丑了 他那个时候结婚不好 他也太丑了 另一个就是可能小宇 想有一个自己的婚礼 先穿一次婚纱 我希望他对你 对于小宇来说 穿上婚纱走进婚姻殿堂 也许会成为他最后的一个心愿 然而残酷的现实 是这对恋人 不得不去面对的难关 我觉得他家庭那一关 他不知道能不能过 谁父母看着自己这么好 个孩子找了那么严重病 当媳妇 这孩子不懂事 父母还能不管吗 我就那么想 父母绝对是不同意 我想他父母那关他肯定过不了 知道他就没给我说过 那个啥 他就一直来给 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要想排除阻力 实现和小宇结婚的想法 袁世强父母的那一关 是他不得不去面对的 而袁世强能说服反对的父母吗 因为一个人就那么不辞 出生法事 当时是说的时候 肯定我有点就要不相信 你不相信还真是什么 意外冒出的一个白血病儿媳 和突如其来的结婚消息 让袁世强的父母 有些不知所措 他谁谁都正经 因为你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 正常人一般都接受不了 正常心里都接受不了 我有我的坚持 我会劝他们 反对前一步 可两个孩子竟然在一起 就是你 你会有一些不疑 马上有点 不会是回事 袁世强的母亲仍心醉 但还是默许了他们结婚的决定 2016年3月底 袁世强费了很大劲 去跟领导请了婚假 从云南辗转回到北京 她决定 要让小雨 成为最美丽的新娘 当然最好的愿望 就是我们俩一起 能走下去 然后有自己的孩子 真是不要 真是不要 我 白雪病女孩张晓武和帅气军人袁世强 这一对历经生死 受到家庭压力的苦命燃养 最终走到了一起 面对随时可能遭受病毒感染的小雨 婚礼现场会发生意外状况 一位重量级明星 乔装打扮成大白 意外充现在了小雨面前 而她却是原小雨婚礼梦想最大的支持者 甘心成为小雨 暖心大白的这个明星 混是谁呢 本来已经是痛症的 后来加了我微信发了我以前的年轻 他们才知道原来小雨是生病的呀 我都骗他们之后已经治好了 预养了 你还不等 我还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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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到很高兴的日子 在小雨早前参加电视节目的时候 认识了作为导师的黄晓明和张卫健 黄晓明和张卫健深深地为这个姑娘的美丽和坚强所感动 从那以后他们就一直关注小雨 并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她 这次当他们得知小雨想要举办婚礼 更是竭尽全力帮她完成心愿 小雨已经着急把她的头套摘下来吗 大白 inhibitor 虽然很胖但是很暖哦 我说了我是永远所逢你的大白 大白 inhibitor descub complications 小宇从来没有想到 一名陌生人会对我这么好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 喝都喝了 快乐是会感染给人的 所以小宇的快乐感染给了每一个人 我希望小宇永远保持 最能快乐的心情好不好 然后我也愿意做保护你经常的 我希望小宇永远就是 小宇永远就是 小宇永远就是小宇永远的愿望 和自己爱的人和自己的 王子在一起 然后得了八雅的祝福 穿上美丽的飞纱 谢谢 我袁世强 愿全心全意做你的丈夫 从今时直到永远 无论顺境或者逆境 富裕或贫穷 健康或疾病 快乐或忧愁 我都毫无保留地爱你 理解你 信任你 我们互为彼此的一部分 一起面对人生的一切 就是遇到她之后啊 然后我就天天欺负她天天欺负她 就是有人惯着这个脾气就更加健康 但是但是她说她说我能欺负她 是她的是是你的荣幸对吗 谁说的啊 但是我都都是给给个八雅再可以开枣的 很甜哟 哈哈哈哈 谁说把你一会早把你拉出去打一杯吧 我们是一个组合小智子文物 哈哈 在最好的年轻遇到你 才算没有辜负自己 终于等到你 一群素不相识的志愿者 两位重量级的影视明星 从无法接受到理解儿子决定的男方父母 从伤害隔阂到成为小雨支柱的爸爸妈妈 每个人都被小雨的幸福迁徙着 并送上了最大的鼓励 最好的祝福 来三 二 一 鼓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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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宇的爸爸提出捐赠自己的骨髓 可是父女俩的配型度并不高 这给小宇的骨髓移植带来极大的风险 配型成功率只有20% 因为大夫跟我们交谈过 很危险 特别危险 也就是说 小宇进藏之前 需要经过大量的放疗和化疗 将她体内的白细胞降到接近零 这是她的免疫力级 最近移植藏内折 一点点的细菌 都可能有了小宇的力 小宇在移植舱内的每一天 都将面临生死考验 每顿饭蒸20分钟到30分钟 就是饭盒 勺子筷子全部要蒸 甚至给她送饭装饭 四六床 自从小宇进藏以后 小宇的一日生产 我都不用送他 特别精心的准备 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一旦小宇食用的食物 引发性能感染 都将会危及小宇的性能 就饭也没吃完 饭也没吃 要早上起来 就拿这样的水 拿两桶 两桶这样的水写上名 写上16床 感染对他们来说 这是致命 小宇住的移植舱 面积只有五平方米左右 在舱内的生活 是极其苦燥乏味的 而乐观的小宇 依旧用她画漫画的形式 记录着她在舱内 每天的生活 小宇的各项身体机能 都调整到了最佳移植状态 五月三十一号 在移植舱内 医生将小宇附近的骨髓 成功地植入到了小宇的体内 而在此后 小宇在舱内 要闯过 您等到的抗排斥 抗感染关键 等到移植到体内的干细胞 一点点的长起来 也就是医护人 死着 终结着 经过十几天的抗排斥气 小宇身体各项机能逐渐恢复 可以出舱了 有个医生说过一句话 就是在出舱 脚迈出舱门的那一刻 就是外里肠症的第一步 刚刚开始 6月16日 是小宇移植成功出舱的日子 这一天 任世强从部队请假赶了回来 他和小宇妈妈一起到医院 将小宇即将要入住的病房 做了一番细心的清扫 我这沙发 我地弄呢 怎么写的 这个 就是醒满 醒满 释放了 出去了也好好做人 下午两点 是小宇出舱的时间 提前打扫好病房的小宇妈妈和袁世强 早早地守在病房门口 自婚礼结束后 袁世强和小宇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见过面了 看着新婚妻子一步步停过来 袁世强难掩内心的喜悦 是一步一步 外里长久的第一步 哎 你又来一步 你为做的都一 小宇的心态 思想上 真的是很弱强的 白雪冰最忌讳的就是放手 感恩 复发 但是这三样它全经历过它 而且它什么都经历过它 我觉得接下来她只有一块好的 我没有其他人的 对于小雨而说 能够成功步行 进行骨髓移植 是一种幸运 在仓墓能够闯过一道道关卡 顺利出仓 更是一种幸运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小雨需要面临更多的生死考验 而在她身旁 永远有这些面孔 在默默支持着她 鼓励着她 没有 因为可以 无论无论 我的是 没人 有些人 有些人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